大家好 華記1月25日報導 今天剛剛從香港搭飛機來到大阪 走地盤 今天有些事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有一台機到現在這一刻 其實電話是未停過 聊了幾個電話 都是有關於我們 東京大阪香港和大陸的業務 我很感恩的 很多事情做 但是今天要分享一下 就是我今天臨上機之前和這幾天 有好幾個網友 無三不成幾 他們都在生意上遇到困難 他就說想請教我如何堅強去面對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這些朋友是很努力在自己的行業 默默耕耘 但是因為遇到現在 現在史無前例的 很多人都沒有留港消費 還有他主要 這些朋友的網友的特性 都是 開幾間 去到十幾間的店舖 不僅僅 營業額下跌 不能夠收支平衡 那麼在這個時間裏面 他不是現在的了 頂了一段時間 這幾位網友都有共通點 借了百分百 擔保 由幾百萬到九百萬 其實還個百分百擔保 現在就是 未到起床 還本的 還在還利息 但是很多都頂不住了 因為現金樓斷裂 很多的現金都燒了 也有些說要賣樓 但是買樓 生不逢事 為什麼生不逢事 因為他早三四年買下樓 其實現在已經跌了超過三成 你給三成首期 現在賣樓分分鐘 你還要抬錢 給佣 給律師費 有些如果你是未過兩年的 你賣還要罰一個懲罰性印花稅 所以我經常都叫政府減辣 那麼 估物論是什麼情況 他們都是面臨生意額下跌 營運資金 現金樓不夠 看不到 未來短時間內 營業額會提升 那麼還要面對可能有些要商量 這樣 因為農曆年 又有多錢用 很多這些網友 他們的生意 其實以前做得很好 但是現在面對這個困難 其實可能 我亦都給了一些意見 要接受現實 你盤生意 其實 去到現在這個位 你已經是 頂無可頂 就是你可以出盡力 你可以賣的樓 可以賣的車 可以賣的股票 可以賣的現金樓卡數 可以賣的現金樓卡數 所以有些網友 他就 問我不同的事 我都希望我認識的 我面對過的 我都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想今天分享一下 其實這幾位網友都是做 不同的連鎖生意 或者開很多店 他們都牽涉了一個問題 就是 兩代人 媽媽很辛苦 爸爸很辛苦 子女很辛苦 一家人 一條命 去經營一個事業 其實都是牽涉到兩代人 我都很慶幸看到 這些朋友都很齊心 一家人齊齊整整 面對困難 我想在這裡分享 其實遇到困難 我是經常都有這個經驗 我從14歲出來工作 昨天我直播的時候有些人就說我粗魯 其實我不會有文青味 我只會有老江湖味 我是14歲出到這個市場那裡洗禮 千刀萬斬我都受過了 還有在創業的路途上 我很多時候都是 失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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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的失敗 經歷過很多很多不同的難關 但是最深是靠自己一個 堅持 還有 永不放棄的精神 還有真是 當我 我知道面對生意困難的時候 或者低潮的時候 有句說話就是 人須行路 打倒退 越窮 越見鬼 這個是真的 因為我經歷過 但是我怎樣去面對呢 其實 沒有想那麼多 有工就回事 有事就做 時間就要睡覺 養足精神 堅強去面對 要破產的 就做一個計劃 破產 然後怎樣可以令到 自己 翻身 但是翻身之前呢 就可以在現在這個moment 可以照顧好自己的生活 就是說 很簡單 當你的人行衰運的時候 你就不要想那麼多 你就安分守己 做好你每日的工作 茶煙飯 養活到自己的家 夠洗夠食 不用別人借 在一個事業受到難關的時候 真的要破產 跌下來的時候 你可以做的 就是 默默地堅守住 可以把你 日常的起居飲食 搞定先 破產的那些債都不用還了 但是有些人情債都是要還的 所以 在你自己覺得 不是很順時 你就 默默去耕耘 等到有機會的時候 就再次 震刺高飛 我看到這幾個網友都有一個特性 雖然父母就開始年紀老邁 但是還有一些子女 還有一副衷勁 還年輕 所以我覺得還有機會 這一個正正 可以帶給他們一個寶貴的失敗經驗 因為他們還有時間 還有年齡可以站起來 我不行了 我這個年紀 我一定要 如你薄冰 步步為營 即是我們做每一步 我們都很小心 很小心 就絕對不能夠行差踏錯 所以我們對自己要求很高的 有工作機會就盡力去把握 但是我看到這幾個不同的家庭和網友 他們都慶幸就有 下一代 還有一些子女是年輕的 他還有機會 這次是買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如果你說繼續想是薄的 但是有時候做人的事 做生意的事 事不與我 我是明白的 因為 特別是我今天 我很感謝我臨上機的時候 阿龍哥就掛著我 食神帶龍 喂華哥在哪 我上機了 過來出去 那一方吃東西 我煮了一條魚 又蒸了一盆 加常便飯 蒸了一塊雞 這些是 很窩心 好像家人 大家都知道我 我獨行合 我去到哪裏都是一條魚撒氣的 我隨便下機吃碗烏冬就可以了 我不用吃什麼好東西 我很熬得 還有 我也不可以經常吃好東西 但是今天 下午那頓飯 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 好像家庭飯 好像家人一起吃飯 因為我很少 因為我獨行合 所以 如果大家 你是有家庭的 你是應該還有一個 就是幸福 因為我沒有 OK 上無高堂 下無子女 永遠都是獨行合 一個人戰鬥的 但是 你如果是遇到不如意的 你還有家人 還有爸爸媽媽 子女 跟你一起度過 吃飯還有三個人 四個人 你很好 你比我好 我基本上是完全是獨行合 但是 我很享受這個孤單作戰 的時刻 因為我承受的壓力 一定是我吃完 任何人不用全部我吃完就可以了 所以呢 如果你看著我的直播 你應該慶行 雖然 現在 生意可能差 或者可能要 將這個事業結束或者破產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有一個重新的機會 你百分百那裡不用還 九百萬那裡 你破產你就 一身輕了 所以你還有一個家庭 所以我覺得 大家就是用另一個角度看 失敗乃成功之務 很多人都破過產 楊壽成都破過產 很多很聰明的人都破過產 所以在這個片裏面 分享我的觀點 講完我的觀點 不如我就 走一下街 困著在這裡 天寒地凍 看看街景 還有順便 不要一個人戰鬥了 大家陪我一起戰鬥 一起跟我看一下地盤 因為我剛剛 回到大阪 我就由這個 機場搭車 南海線去南坡 然後在南坡那裡 走路回來 一直走到那裡打電話 我先看看這個地盤 剛才我還沒去那裡 還沒回到公司 但是我這裡有一個 Camping Car 還有要探望我的車 我有很多車在這裡 在休眠 要是要探望它 要不然它會死火 我經常的車都沒有探望 沒有電 今天大家一起 陪下我 走一下西 好 那我們 這是我的項目 接下來要開工 這個項目 這部是我的 Century 很久沒有開過 我想 我好像 幾個月都沒有開過 我這部Century 這個地盤 接下來要開工 今天 從哪裡回來呢 那裡 就是 爛波走過來 這裏一下去就是 渡頓挖 很方便的 這裏下去渡棍挖 跑跑人家 飄大概都是 幾分鐘而已 四分鐘五分鐘 我很享受 一個人 夜媽媽 周圍看東西 因為比較靜 想法會思路清晰一點 我稍後會在那邊 我會去看 幾塊地皮 因為現在 我自己的工作模式 都是 做自己 最熟悉的事 但是 我以前 面對疫境的時候 我做生意都是做最熟悉的事 但是問題是 例如我年輕的時候 做工程公司 是在村屋 做水電 那些 我們都 舖過事 報錯價 報錯價 有巨額虧損 你很嚴重的 硬吃 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 有時候 自己做錯沒辦法 但是你要記住 現在香港這個市 是你輸完空七十二變 都不是那麼容易做到 我昨天就出席 我們的Annual Dinner Annual Dinner 在1月23號的前日 我坐在這裡的時候 有一半人不見了 其他的加盟商 其中有些就做了很多年了 就是我2003年加盟 世紀雅鏡的時候 都已經有了 這些加盟商 都忽然說退休 其實退休 就一個 比較好一點的稱呼 其實就因為 義慶難散 做了那麼多年 再做下去都是虧 整檔 幾間分行都送給伙計 你明白嗎 你自己經營 是你怎樣經營都會虧的 因為事不與我 成交量不夠 我看到這個加盟商 他送了給伙計不同 他幾檔 幾間分行送給幾間分行的經理 他們自負盈虧 他們會拼命一些 打工 夠時間收工 這個很現實 所以他那檔東西 是免費送給人 有人接手 我們叫做 為甚麼 你要撐住租藥 有時候 你遇到一些好伙計 肯和你捱義氣 可能 虧一點都和你吃了個豬頭骨 是吧 人有時候 因緣際遇 都很重要 遇到這些甚麼人 甚麼伙計 我其實做了這麼久的生意 我這間公司都超過20年 我遇過很多吃碗面 反碗底的反骨仔 喂 他反骨仔很簡單 喂 我們首先沒有找他問 對他不好 但問題呢 有些人天生反骨 那你天生反骨那些 你對他好 他都覺得 你好像欠他 因為這個世界 有人是 經常都會覺得恩將仇報 其實不關我事 亦都不關 你事 是關那個人 性格天生 他是恩將仇報 反骨仔 那麼這些 你不能說 為甚麼 不能解 自我檢討 或者是 會不會自己做得不好 我經常都檢討自己 我經常都覺得 我有哪方面做得不好 做得不夠 做人處事 夠不夠圓滑 是吧 大家都做了那麼多年 張森比己自己 窮到富川洞 赤貧戰士 甚麼都熬過 我們應該都看得很通透 但是問題是 有些人天生反骨 是沒有辦法 有時候你說 做生意的事 有很多樣東西 首先 你自己的那門生意 可不可以 被你把握到 其實很多時候 是因為那個市況 如果你看錯市 就糟糕 好像我這樣 我2003年 開波 去到2013年 今天說一下 垃圾經費 日本 這些大型傢俬 在區域所買過1000日圓 貼在這裏 稍後會有大型的車 收這個梳化和這個梳化 一個星期會收一次 然後沒有垃圾桶 這些垃圾 稍後會有不同的垃圾車來收 剛好看到 所以我剛才想說 我2003年 去到2013年 開十幾二十家世紀二十一 在香港 打算得據點得天下 拼命開 誰不知一出辣招 全部都輸了 頭十年就擴充 第二個十年就收縮 幸好我發展第二道 如果不是我都死了 好感動 看到這個 想流眼淚 我最喜歡看到這些東西 這個是剛剛新 建造的天秤 這個是我們世紀陽光大廈 我們Sakula Kanofi也拆了 本來有一個Kanofi 因為我跟Architect說 我們要一體化 大阪陽光大廈 櫻花陽光大廈 世紀陽光大廈 唉 我很喜歡看到 萬丈高樓從地起 由地基 Foundation 一路起 這個位 由馬路邊去到那個位 大概是不撕到 剛剛這裡擺幾個 因為我這裡是 Supercar Cafe 擺兩架超跑 然後來到這裡 這些是Column 回想起我30年前 做地盤的時候 你知道這些是甚麼環境 我熟悉的 這些 現在的環境 大樓面 落石屎 Foundation 做好了 接著這些Column 我們接下來 這些Column 就要 彈墨 接著我出場 彈墨 彈墨 要打花 接著就釘板 然後彈墨之後 釘板 準備又落石屎 天性好美 好像全身似的 我打算 明天爬上去 拍給大家看 我應該可以爬上去 建築公司也應該可以 優待我爬上去 這裡是Column 38米深 我那棟大廈 只有31米 多厲害 地基 這裡 這個東西 很堅實 很厲害 等我明天爬上去 我真是 很開心 看到自己 地盤 接著 很快 過幾星期 就起到一層 很快就起到平頂 上面有個CCTV 24小時監控 我想跟大家說 只要你默默耕耘 一定可以等待到黎明 現在為了鍛鍊自己的意志 我打算現在去 飛一輪電單車 因為我這輛車很久沒踏過 我現在要先飛一輪電單車 因為它不踏不著 要充電 我成為了炸貓仔 好了 現在為了鍛鍊自己的意志 我先飛一輪電單車 待會有時間再跟大家直播 拜拜 今天有吃神 在翠林辣蟹坊吃到這個 海魚 正雞 這個很厲害 這是海魚 紅斑 師傅醃了幾個小時 三個小時 這條紅衣 很厲害 這條紅衣 叫做 一夜情 師傅 這是名廚 全部名廚 郭師傅 這就是 怎樣呢 找些鹽 他一晚 那些紅衣 第二天 哇 榜飯 師傅 很開胃 接著我們現在在翠林辣蟹坊 如果今晚想過來擦餐飽 記得找寶琳姐 今天有吃神 很棒 在翠林辣蟹坊開餐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一年 我們上個星期在日本 沒有時間做大灣區 今個星期日 我們要再做 沒錯 不要讓她停 所以1月28日 我們有一個 海瓦繽紛城的 一日看樓團 Wubi 沒錯 我們會9點15分 在福田樓岸 2號閘門等你 是的 農曆新年前有什麼優惠 這樣的特選單位 發行商會有 兩年管理費 以及送全屋傢俱電器 沒錯 今個月是農曆新年前 最後衝刺 要買的朋友或者是我們的客戶 馬上WhatsApp 跟我們看樓